我是张玉东 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 同时作为一名雕塑手艺人 那我平时的创作呢 就以动物和植物为主 在创作之前来挑选一些植物 回去进行对照的创作 因为多肉它本身是一个 非常形状很饱满的东西 所以特别适合用我的方式去创作 我们今天用羊毛毡作为材料 创作两颗放大的多肉植物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也是要尊重物体的生长性的 观察方法呢 以纤维为单位进行创作 它是竖着这样往上涨 所以我的纤维也是竖着去往上增加 然后把它拧在一起 然后用针这样戳 纠缠在一起呢 就会形成形状 观察分析它颜色的层次 这一个半就做完了 我整体做完需要三天时间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你刚才摆在脚边的 原来是你的作品 是的 是的 要是假的多热 是假的 我让他一直以为 有一盆花摆在他旁边 这看着像真的耶 就用刚才那个纤维 对 这个狗狗呢 也是通过我的方式 进行改造的一条 家常版的腊肠 我还说它怎么那么老实 从头到尾姿势也没变 然后一直盯着我 看着老师讲课 这有点以假乱真了 真的 对 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式 那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想问问您 就是我们在看美术史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 17 18世纪的一些油画里 会出现一些水果进物 外观看上去 和我们现在的水果差别非常大 那也就是说 这一二百年的时间里 这些水果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那在当下的 我们这种科技发展 进步的这个时代背景下 那现在这个水果 比如说培育的周期 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我这个可以给你讲故事 米河河河河是因为 20年前 新西南把我们米河桃 是我们中国的 叫中华米河桃 拿到新西南去 此后的70年 都是他们这个占领的 品种 就是都是我们中国拿去的 也没兴华 也没兴华 直接用 应该是切开以后 是滤然的 1978年 我们国家这个 种植资源处查的时候 又发现出来 我们国家有50多种的 各种米河桃 在这以后呢 其实也是科学家做成的 武汉植物园 是我们国家 米河桃的 种植资源复 将近才40多年 把中华米河桃 不断地撒娇 现在做出来的 红心米河桃 金色的米河桃 在巴黎呢 90年代初的时候 新西南这个米河桃 这两种叫奇果 它这个 对 奇果 担了90%的面积 但是现在你看看 都是我们中国的 种植资源是我们中国的 全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做的 而且是国家种植库 具体的科学家 米河作业 就这么一会儿 前院是已经带货 带了三批了 第一批是燕麦 第二批是水盗 对 第三批是米河桃 我估计随着往下讲 还有更多的好物 会摆在大家面前 都是种植资源 对 跟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 这是